事情是这样的 因为大家都想看我闺蜜来考试 于是 我又把它拐来了 来 今天的试卷又给你准备好了 学霸升级版 还给你设计了新题型 怎么又是考试 不是说今天就去喝下午茶的吗 别急 等你先把试卷做完 就可以去TT啦 顶多我来请客嘛 又开始诱惑我了 你就说心不心动吧 动 特别动 立马开考吧 OK 那么就开始考试吧 第一题选择题 以下哪个选项不是手帐博主 我怀疑你第一题就开始整我 除了知道就是你之外 这三个是谁 有冒犯的人请多多包涵啊 都是著名博主好不好 首先 C跟D都是中文加英文 一个模式的 我就想B了 你这个分析有点离物 第二题写手帐标题 Brunch 我们一般会使用 什么呢 什么笔呢 首先 这是什么东西啊 就是那种小标题 不是什么随便 随便想用什么笔 就是什么笔的吗 其实在我眼中 油画棒跟蜡笔是头 差不多是一个东西 所以我觉得它们可以排除 软头笔的话 感觉这一般都比较粗比较大 你这样说是小标题 那就只能选B了 下列哪个人物是闪闪 这题不会 眼睛bling bling的是你 怎么全是笔啊 有没有一种可能 你有写写错了 至少这题我相信一定是对的 OK 填空题 挑战IP肉球和Chair的英文名是什么 这 这 Chair好像是 C H E E R 还是C H E R 肉球 肉球 首先球嘛 B A L B 肉 R O T R O B A L L 他选E 咦 放上去下面的好看一点 他就这个吧 然后是一个新题型 使用下列的日复胶 带将其填入正确的空位中 然后下面是两道算数题 首先嘛 看一下 Two Years Later 首先做下面简单的 哇好厉害 8加15 也不对啊 哦 What a massive style 30加4 34 数学难不到我地 还是 对于小学生来说很简单 对于高学生来说 就要想很久了 也没有很久了 只是一番思考而已 然后我们来看连线题 小马鼠是你吗 为什么跟我印象中的小马鼠长得不太一样 然后这个我记得上 应该是粉色头发的 然后最后不认识的就是你了 创作题又来了 也是一个自由发挥的时间 这位考生选择了阿玛丽丽丝 打算提出一个美好下意的成绩 收尾再来点紫色文字线 创作题也完成了 我们一起来期待他这次考试的分数吧 事情是这样的 上期视频 我闺蜜又来参加首张考试了 结果 学家本质又暴露了 你怎么全是B啊 有没有一种可能你有谁选错 肉球 肉球 肉 R-O-T R-O-B-A-L-L 那就来看看得分吧 第五次考试的审判时刻又来了 下列哪个选项不是手帐博主 第一个肯定是啦 然后第二个跟第三个都是 答案是D D是一个搞笑博主 第二题写手帐标题brunch 我们一般会使用什么B呢 其实正确的答案是 A软头笔 虽然说我说是小标题 其实它是一个挺大的图案 就是类似这种 这叫小标题 大标题 所以就是需要用软头笔来写 下列哪个人物是闪闪 然后B是正确的 都是熟面孔 C是谁哦 这个算是一个比较新的IP 叫波波布丁 也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女孩 那么这个是谁呢 阿玛丽丽丝 这个呢 小马属 他不是啊 再给你一次机会就是 你不是说是小马属 你一定认得出了吗 他不是小马属吗 他还真的不是小马属 那么他是 他是谁呢 多多酱 对对对多多酱 就是多多酱 然后是填空题首战IP肉球的英文名是 对了一半 肉的英文是meat 他叫meat bro 这么自语的吗 就是这么简单 Chair的英文名是什么呢 这个之前的考试也有出现过 放到这里看一下 就是之前的考试 没错就是Chair 所以这个是对了 就要对了 好 接下来是一个用日附加带做的一个计算题 我们来看一下 验算一下 就是把2乘以15等于30 然后再加4等于34 所以是对了 然后这个是17减13等于4 又对了 第三题是连线题 这个是小马属是对的 然后这个就是最近很火的芽芽 最后这个就是比较小众 但是很好看的一款叫拜拜 林公属正确的 最后做了一个阿玛丽丽丝的下页主题的首帐 那么就交给你们打分了 满分20分你会给他打几分呢 我们来算一下总分 选择题这里是 错了两题所以只有10分 填空题的话是 就是30分 连线题是全对 然后加15分 那么这一次的总成绩就是 55加一个等待打分到20分满分的创作题 那么就看你们最终给他打多少分啦 然后希望他下一次考试能够再创高峰 Nice 事情是这样的 之前我让闺蜜参加了 两次首帐考试 他的成绩从这样 25加一个等待你们打分的创作题 进步到了 就是57.5 7.5 加一个等待打分的创作题 这一次他还能再进步吗 OK那我们又来开始考试了 有没有什么宣言 我感觉考个60分就够了 60分万岁 不是应该挑战100分吗 对自己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100分不太肯了 那现在就开始考试吧 OK第一道选择题 超简单的 下列哪个人物是肉球 你有认错过的肉球 我知道 上次把他认成了小马属 是你是吧是吧是吧 你上次认成卓道 对不起 好第二题 重名手帐IP小马属 属于下列哪个社团 这个我也知道是B 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Bc的 好然后判断题 判断下列信息是否正确 1.闪闪与提拉高两个IP出自同一个手帐社团 正确吗 其实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什么叫手帐社团 遇到不懂就答错 虽然不会做 但是掌握了一些考试选学 2.用于给交代拉图鉴的本质叫做离型纸本 这个我知道是对的 第三题 这个IP人物是墓子里 墓子里好像有这个闪吧 长得也不太像 应该是错的 这个跟闪不闪没关系 这个是古卡贴纸 多了一层模而已 原来是这样子的吗 然后是填空题 第1.写出任意一个手帐社团的名字 这不是前面可以直接抄吗 填填一个送分题 是的 第2题 写出任意一卷小马属童话系列交代的名字 这个我还真看过你的视频 哎呦 有点东西 是的 好 写出任意一个手帐博手的名字 这个分送的有点明显 问题是你的全名叫 你忘了我的名字 那直接扣100生了 你写不出来 就扣100这题 不要打问 又在激怒监考老师 然后第4题连线题 正确连接手帐交代及其IP名称 首先 走大王 我觉得我跟你是原家 这次要是再把你认错了 那就 然后这三个 为什么没有小马属 我的小马属在哪里 小马属在你的保分题 是的 既然它叫橙子 那它的头发是橙色的 就只能选你了 然后 它的眼睛是bling bling的 那就散散了 剩下一个就多多这样 逻辑很清晰 最后一个创作题 从以下交代中选择 至少一个运用在排版中 你先说一下你要选哪一个 我说了小马属是我的保底分 我不选他 对不起他了 好的 于是这位考生先贴了两张小马属 又加入了变迁 和不点小交代 最后 搭配上自缩和小点缀 OK 最后一道创作题也完成了 我们一起来期待它的成绩吧 OK 好